那妳說相處的秘訣 可能就是 讓彼此工作多一點 不要太常見面 沒有啦 我自己運動的話 主要是追求運動表現 所以我沒有特別在雕塑 哪一部分的人 你要問他 為什麼肌肉線交啊 什麼胸肌啊 他沒有特別說什麼 只是有時候就會 看到的時候 他可能會說 怎麼還有腹肌這樣 有時候會覺得 這很意外嗎這樣 他可能覺得有時候我工作這麼多 也沒看我在運動 他就會覺得說 怎麼還有胸肌腹肌之類的 因為性命的舉動我覺得 平時 節日啊 或者是說 呃 紀念日啊 生日這個就是 自己要注意的 對 那妳說相處的秘訣 可能就是 讓彼此工作多一點 不要太常見面 沒有啦 對 我跟他其實本來兩個人就 就是 話沒有很多的人 就是這一陣子工作很忙 那其實見面的時候 這陣子反而會聊比較多的東西 他工作的部分啊 然後我工作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有時間 要多多的溝通啊 不是 其實有 就是 一段時間沒見到面貌 求生育 我自己嘛 對 我當然啊 可能我自己 對我自己的要求 還算蠻高的 就 我沒辦法 看著鏡子的自己 變成 不是我想像的樣子 這有點變態嗎 只要有感覺到 欸 怎麼有點線條不見的話 我可能就會 不管是自己在家裡 或是說 去健身房 然後就會把自己在 keep回原本的那個狀態 你會每天會照顧我眼鏡嗎 每天喔 可能就是 就洗澡前後之內的 對 瞄一眼 瞄一眼 你目前對於定的身材有力量 我覺得大概 比15到80 因為我自己也 沒有覺得說到很好 或是怎麼樣 可是有時候 一些朋友 可能是比較 年輕的朋友 看到我 他說 為什麼達哥你現在還是 就是維持現在這樣身材 或是沒有胖 可是我自己就覺得 我好像沒有太多 多去減肥或是什麼 可能天生 就是比較 胖不起來 你有哪些朋友的身材 所以你很羨慕的嗎 如果我要的話 我也可以跟他們一樣 對 三里來的熊孩子 我還怕我自己講錯 就是現在也入入了 前面幾集這樣子 對 還算滿順利的 就是跟小朋友的相處 我自己還要多多的學習 因為我沒有 目前沒有小朋友 然後跟小朋友這一塊真的是 就是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會 說什麼跟做什麼事情 所以 真的是一個很未知數的一個事情 那實際跟小朋友相處之後 會不會更怕生小孩 會勸我保留 沒有 很多人問我說 那跟小朋友相處完之後 會不會想生小孩這件事情 我目前好像想法還是差不多 就是 一切順其自然 一切順其自然